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改革计划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是不是看上去很美 做起来也很简单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呢就是这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需求以及利益仍然是有不一致的 地方政府他他他他比较喜欢能够可控稳定 一个城市突然间有很多移民 那对于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带来了非常大的行政负担和成本 那对于很多地方官员来说啊 这个户籍制度一直是管理人口维持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而也是确保这个资源不至于过分紧张 确保资源有了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你完全摆脱户籍模式也需要地方治理层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彻底的转变 而对这一点肯定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僚都欢迎 另外呀我们也说不是每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 都是可以通过中央财政一下子解决的 一下子涌进来了很多外来人口 那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可能就是不堪重负 不仅仅是住房问题 公共交通怎么办 医疗怎么办 教育怎么办 因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 不是说你五年计划一宣布可以落户了 整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还有啊就是涉及到城市的原原本的居民原住民 以及外来人口之间的关系 这呢有可能会引发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紧张局势 怎样能够确保这一些人口流入地 容纳这一些新居民 怎样确保这一些新移民 能够平等不受歧视的融入当地的经济和社会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啊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我们叫做文化问题 美国是一个有着相当悠久的移民文化的历史 但是也有我们叫做这个原生代和新移民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是基本看不到解决的方案 那不仅仅是这个在这个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怎么说既得利益者和外来者之间的矛盾 他们中间的文化冲突可能会产生的误解 包括对于经济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争夺 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对 就是西方的工业化故城 不要说光是西方就是东南亚 或者是南美的工业化故城和成熟和故城 造成的后裔症到至今为止都没有消化 比如说我们美国的总统是这个爱尔兰人来的 但是你要知道当年的美国的英文媒体 那么爱尔兰人是被描述成为是一批小鬼 对吧 意大利人描述成是一些虫子 是一些可能会造成病毒和伤害 赌博和社会这种东西 那就是原来的新移民和老移民的冲突 另外西方的工业化的过程 它不像今天政府有个规划和安排 那个时候自由的流动的速度非常快 城市根本承受不了 所以城市就出现了很多的贫民窟 而贫民窟的这个现代化的改良过程到别的城市 可能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 纽约就做得很差 所以有一些地方我们平时知道有些区去了以后 白天都会非常危险 不要说晚上 如果你有朋友啊生活在那个区你去看一看 你就觉得简直是无法地想象 纽约还有这样的地方 我是去的非常少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我简直就觉得 不能说是地狱嘛 是跟美国的这个城市完全不相符合的 所以早上你要解决中国城市化的问题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就提出来说 算了算了你干脆就让中国建一系的贫民窟 因为贫民窟就是城市化的一个激进的一个手段 现在很显然中国没有采取这种方式 中国认为如果我在广州这样的城市要进了很多人口 然后再搞一个贫民窟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现在公共忽视除了医疗保证产生一个紧张之外 其他的资源 中国现代化的这种管理能力提升速度非常之快 比如说公共交通啊比如说教育啊 中国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现在中国再缺的资源可能还是医疗这方面比较缺一点 当然我们也在现场中间不知道 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政策制定者没有想到的 但是这些问题 相比西方那种自然的过程 第一时间大大缩短了 第二个是政府在支持 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有了很多的经验解决原来的危机 原来很多的贫民窟连喝水 公共的基本的设施都没有的 那我们不要说这个这个我们说贫民窟这个问题啊 当然不完全是等同的 美国很多很多的贫民窟在城市中心 中国也是有城乡结合带也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叫做 以这个外来移民然后这个在城市里面从事蓝领低端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那我们还记得蔡奇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历史上的意味 对对对我们骂的很厉害 我们批他批他很厉害 就是在这个城市全部的这个火灾导致了这个对于 所谓的地方人口就是贫民窟嘛 对对于这个这个人口的驱逐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社会的这一种紧张的态势 然后包括就是说城市人口本身和这些外来人口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 对这其实还不是最复杂的问题 对为什么呢 我们还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农村的宅基地问题到底怎么办 对那么说啊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农村户口实际上双重性质的 农村户口就给你一些土地的权 所以对于很多农村人来说 在农村有这样一块地 对我再怎么样我也有口饭吃 对你就是这个经济不行 那我回老家种地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保险 那你现在大家是不是愿意放弃你这个农村户口 你讲的非常对啊 这个里面我猜一句话 比如说西方早就是有这种 西方自由 你就发现很多人并不愿意住在城市里面来 对 并不愿意住在城市里面来 为什么 因为城市它实现不了 那中国现在很多人也感觉到我为什么要到城里面去啊 我们现在首先是你要有平权 你首先要有这个权地 你至于来不来 那是你的事情 你不能强迫像之前这样的 毛泽东时代要建一批农民的房子 你们全部住在一起 对吧 到了这个李克强时代也建了一批房子 你们搬出去 这农民不愿意搬出去啊 对 你种花的地方把它拔掉住进来 然后种上蔬菜 然后来养鸡 我就看到这个场景了 就非常可怕 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 你用非常政治性的方式强迫它 我感觉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台湾 台湾的我一些朋友啊 就是全克制范 基本上是他们满蛋 为什么 后来一想 大家都说 因为他们家是农民 为什么 有钱啊 农民为什么有钱啊 第一 它到了这个城里来以后 它跟你们一样的 它也没有什么差的待遇 第二 它乡下还有块地 地搞得不好 还可以商业化 有些地 他们说当时要做假 把那个地搞成不能种地了 就变成熟悉 所以农民呢 我觉得啊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油 首先给保障原来的土地啊 暂时不产生变化 就是说 你拉到了广州的户口 没问题 但是你在广州乡下的那个地 还应该是你的 真的是何明先生 我的主要想象啊 但这样城市人不干了 就是 农民里面亏得我了 你们这帮这个城市户口气死了 我们农民多少多少年 现在我们农民就是要 多有点好吃 这是我的主要想象 这是何明先生的想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问题复杂 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项政策 实际上牵连到了多项政策 刚才我们给大家 大家总结啊 一方面是央地财政问题 财税问题 这也是房地产问题的根源 对吧 这个地方债的问题 地方政府现在掏不出钱了 你怎么让他承担公共设施 对 第三就是这个房地产问题 那房地产问题有流入地 可能会从这样的这个政策中 来获益 有更多的这个买房的需求 那流出地怎么办 还有我们涉及到土地的问题 原来宅地的制度 到底怎么样改 所以整个我们叫做要素市场改革 为什么复杂 就是迁移发而动全身 你表面上看到的是户籍制度改革 实际上背后可能涉及到 五六种不同的改革 更不要说经济问题之外的 我们刚才谈到的历史问题 文化问题 社会心理等等 所以我们说不是给这个改革泼冷水 的确这个事是一个大手术 这让我想到之前李强总理 在这个达欧斯论坛上 夏季达欧斯论坛上讲 说这个中国经济三年疫情之后 大病出雨 要中医叫固本培圆 你不能给他下猛药 他得慢慢恢复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三中全会 可是每一招都是开膛破度的手术 所以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集和缓 短和近 中一和西一 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 对 抱歉 你讲的这个土地问题 我们为了要专门一集 或者专门几集来讨论 因为那个又是涉及到中国一个 巨大的一个经济变化 怎么从小农经济里面走出来 来建立中国的真正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 那毛泽东之后的农业 或者毛泽东时期的农业 虽然进步了所谓的人民公社 后来到了镇小平时代 就是恢复到了五千年那个样子 五千年就是 每个人可以给他集毛地 用非常原始的工具在进行生产 这种东西就不符中国现代化 所以中国的农业必须走向现代化 走向现代化 一个就是必须有标准 必须有规模 没有标准和规模 这不可能是现代化 那有关于土地问题 大家不要着急 未来随着更多政策细节的出台 我们还会一项一项为大家进行介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以及专家观点层层波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皆是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真知灼见 因为了解真相仅仅是个开始 漏出新闻 流动 对 运动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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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